陳詩說呢,所以呢,就是持續地去練習, 回到家,就是不要停,這個善的心,這個智慧會帶給我們更多的快樂,少煩惱,信心會強,生命更有意義,如果真正地去這樣做的話呢,就智慧作為導向的這個生活呢,是十分就是令人很滿足,很滿意的。 陳詩問大家一個問題,到目前為止,大家對自己的生命滿意嗎? 有沒有滿意的? 就是你所做,所擁有的,大家都有嗎? 不要講還不滿意,就是想我們已經做過,生命都已經到了一個階段,我們擁有過,我們做過一些事,我們是滿意的,對不對? 我們是開心的,對不對?這些東西是什麼?大家想一下 你們能說,因為我的生命到目前為止,有了這個東西,我已經覺得很滿足,很滿意了,死而無憾了。 有嗎?有,有,有,有。 有,有 是什麼? 嗯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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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,聽不到嗎? ABURUI DAMA, Understanding DAMA, then you can see your life satisfied. Otherwise, you never satisfied in your life . 只有说我们了解这个法 真正的明白法能带给我们满意 其他的我们都会不满意的 所以这个生命的意义就是说是智慧 而且呢一生跟着一生 就是要增长这个智慧 大家要注意就是说智慧产生我们心是知道的 我们是明白即刻能明白它的利益的 其实法的特质也是马上就能知道的 对不对 不要去不需要对书啊 去看书掌 所以陈师说呢 他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经验 就是怎么通过禅修令到这个快乐怎么样去做 他说呢 持续长久的练习 心会更熟练 就是这个休息会更容易 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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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